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尼采的《道德的谱系》 这本书是尼采晚期的代表作 也是一部震动了西方思想世界的著作 在书里 尼采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 道德的基础本身是不道德的 这个观点很有挑衅性 尼采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看来绝对正确的那些价值观 比如善良 平等 良知 如果回到起源去看 他们的正确性很值得怀疑 你肯定感觉到了 尼采是要批判当时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 开创一种理解道德的新方式 道德是尼采在创作的晚期集中探讨的问题 为此他在1886年和1887年先后出版了两本书 一本是《善恶的彼案》 另一本就是今天要讲的《道德的谱系》 同时他还计划写一本体量更大的著作 书名是《权力意志》 不过遗憾的是 尼采在1889年初精神崩溃 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 《权力意志》最终没有完成 这几本书里面 道德的谱系最能代表尼采晚期的思想 也是学者们公认的尼采最重要最复杂 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 在这本书里 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去研究道德 用令人震惊的语言 批判了基督教给欧洲人带来的种种弊病甚至危机 在今天的解读里 我会带你了解道德的谱系中的主要观点 第一部分 尼采为什么说善恶这对道德概念的源头 其实是高贵和卑下这对等级概念 第二部分 高贵与卑下这对和道德无关的概念 怎么被尼采转化成了善恶这对道德概念 第三部分 这场转化带来了哪些严重的后果 在最后一部分 我会带你了解尼采提出的 挽救这场道德危机的要方 也就是权力意志 在解读开始之前 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提出的某些观点 以今天的标准看 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 特别是他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 对平等和民主的肆意践踏 对亚利安人高贵属性的赞美 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需要保持批判性 不要轻易被尼采洗脑 不过 回到十九世纪末的欧洲 尼采提出这些惊世骇族的观点 确实有着警醒世人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到今天 这些观点已经成了当代西方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西方主流思想 就肯定绕不开尼采 比如斯宾格勒的名作 西方的末路就深受尼采道德的普系的启发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尼采如何研究人类道德的起源 在《道德的谱系》的一开篇 尼采就宣称 人类虽然认识了很多东西 但却并不认识自己 甚至可以说 离一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 我们对自己的无知有一个重要的表现 就是我们居然不了解善恶这对道德概念是怎么来的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们 经常把道德上的善归于自我牺牲 同情他人 有责任感 而恶就是这些特征的反面 自私自利 冷酷无情 缺少责任感 但是尼采认为 这样看待道德 只能说明我们并不了解善恶的起源 不了解道德从何而来 尼采要做的就是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到人类远古的历史中去探索道德隐秘的起源 尼采使用的这个新方法 就是本书标题中提到的普系学 普系学听着很厉害 其实很好理解 普系就是我们说的家谱 族谱 如果想要修好家谱 我们就需要搞清楚这家每个成员的来历 他们都做过什么 尼采研究道德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他综合利用历史学 语言学 社会学 心理学的知识 去探索善恶这对概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 追踪当时看似权威的道德规范的来源 找到道德背后那些跟道德无关 甚至反道德的要素 尼采开创的这种方法 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思想家福科把这种方法发扬光大 在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法 性史等一系列著作里 福科都是用这种普系学的方法 探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说回尼采 他用普系学方法考察善恶的起源 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简单来说 他的结论是善与恶这对概念可以追溯到两个更古老的价值 高贵和卑夏 高贵和卑夏这对概念任何远古的人类社会都有 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区分不同的社会等级和阶层 跟今天说的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么为什么尼采会说 善与恶的起源是高贵和卑夏呢 我们可以把尼采的分析看作一个预言故事 在这个预言里 他塑造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高贵的强者 另一个是卑夏的弱者 强者是传统社会里的富人 主人 统治者 他们出身优渥 衣食无忧 充满自信和骄傲 他们总是生气勃勃 积极行动 崇尚勇敢和冒险精神 强者争强好胜 渴望展示自己的力量 甚至野性 他们用暴力征服自己民族里的弱者 也会去征服周围的民族 而那些被征服的民族 就会把他们看作野蛮人和恐怖的野兽 今天我们肯定会觉得 不管怎么样 暴力征服肯定是错的 但是尼采认为 弱肉强食 这是自然的规律 我们不该因为使用暴力指责强者 就好像我们没有理由指责狮子 用暴力猎杀其他动物一样 在尼采看来 很多古代的民族都是强者 比如河马史诗里的希腊英雄 能征善战的罗马人 靠劫略为生的维京人 还有德国人的祖先 戈特人和汪达尔人 他们都是强者的代表 这些强者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 真刀真枪的战斗 他们想要的是当下的胜利 证明自己的英雄气概 他们不会记仇 对那些强大的敌人 反而会给予足够的尊重 跟强者相对的是 悲下的弱者 他们大多是传统社会里的穷人 奴隶 他们资源匮乏 天性胆怯 缺少自信和尊严 他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获得幸福 只能躲在角落 伺机而动 因为力量不济 弱者崇尚的价值 是逆来顺受 卑躬屈膝 忍辱负重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 不显得过于悲惨 弱者还需要把这些 被迫接受下来的品质 重新包装一番 比如把软弱无能 说成善良 把卑贱怯诺 说成谦逊 把屈从权威说成顺从和忍耐 他们用这种方式自我麻醉 生活在强者的阴影之下 维持着强弱之间的平衡 这就是尼采通过普系学方法 发现的人类道德的起源 善与恶原本的含义是高贵与卑下 这两个词最初只代表力量的强弱 或者等级的高低 跟我们今天说的道德 风马牛不相及 那么高贵与卑下 怎么就变成了善与恶呢 更被谬的是 从道德的角度看 高贵者主张的暴力 野蛮 征服 好像更多是恶的代表 而卑下者看中的同情 谦逊 忍耐 反而更像是善 那原本的弱者 是怎么成功翻盘 压倒了 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强者 自己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呢 在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尼采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也是道德的谱系 整本书里最关键的问题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强者虽然喜欢战斗 也喜欢征服和压迫弱者 但是他们并不记仇 他们只追求当下的胜利 今生今世的荣耀 与强者相反 弱者没有力量去追求当下的胜利 他们只能把对强者的仇恨 积攒在心里 形成深深的怨恨 尼采认为 在这种怨恨的驱使下 他们设计出一个阴谋 来颠覆强者的地位 弱者的阴谋是什么呢 他们编造出一套宗教信仰 搬出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 把那套弱者的价值 跟上帝联系起来 然后他们开始贬低今生的意义 把真正的幸福 都寄托在来世或者天堂 他们把本来是被迫接受的谦卑 顺从忍耐 说成道德上的善 是上帝喜欢的品质 也是进入天堂 获得来世幸福的钥匙 同时 他们把强者崇尚的骄傲 暴力 贪婪 说成道德上的恶 不管强者 现在看起来多么风光 最终都要在地狱里 接受上帝的诅咒和惩罚 尼采还认为 最早编出这套说辞的是古代的犹太人 听到这些说法 你心里可能完全不认同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尼采的某些说法 今天来看肯定非常不正确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强者和弱者的预言故事来看 在故事里 接下来弱者就要上演翻身逆袭的故事了 在尼采看来 犹太人在历史上常年被周围的埃及人 巴比伦人奴役 因此常年处在弱者的境地 这让他们的怨恨最为强烈 最为持久 他们编出了那套关于上帝的说辞 然后就开始不断重复 一方面是加强对自己的麻醉 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说给强者听 谎言说了一千遍 也成了真话 强者听到弱者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反复宣扬相同的价值 也难免不去考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是阴谋的第一步 尼采说 在那之后 犹太人又制造了一场大戏 那就是耶稣之死 这就是阴谋的第二步 耶稣出生在犹太家庭 家境贫寒 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来到人间要成全上帝的律法 给人带来爱 他非常谦卑的告诫人们 要忍受痛苦 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 要把右脸也给他打 按照尼采的标准 耶稣完美的代表了 犹太人主张的那种弱者的价值 但是犹太人却成功的把耶稣 包装成了敌人 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人类的救世主 还说服罗马人总督比拉多 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的死本身 完成了犹太人的故事里面 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 因为只有让一个毫无罪孽的人 成为其他人的替罪羊 才能洗净人类的罪孽 这之后 只要是相信耶稣是救世主 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 最终进入天堂 罗马人杀死耶稣 既成全了上帝的救赎计划 也成全了犹太人的阴谋 因为耶稣被塑造成一个 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却无辜被杀的上帝之子的形象 强者自然会觉得 自己做了一件亏心事 这样他们就更容易相信 犹太人之前编造出来的 关于上帝惩罚的故事 更容易相信耶稣说的救赎故事 按尼采的这个逻辑来看 耶稣就是一个诱饵 而罗马人被犹太人说服 吞下了这个诱饵 就这样 罗马这个曾经高贵强悍的民族 就被犹太人这个卑微弱小的民族征服了 基督教成了罗马的国教 用尼采的话来说 罗马人拜倒在了四个非常卑微的犹太人脚下 一个是自称上帝之子的耶稣 一个是他的母亲玛利亚 一个是曾经的渔夫彼得 还有一个是曾经坐帐篷的保罗 耶稣和玛利亚不用多说 彼得和保罗是耶稣最重要的两个门徒 也被当作是教会的基石 彼得掌管着天堂的钥匙 而保罗拿着保卫教会的利剑 你采用自己高超的文学技巧 把耶稣之死整个事件讲成了一个阴谋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犹太人利用耶稣之死这场精心策划的戏剧 成功的实现了一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让弱者成功翻盘 他们奉行的自我牺牲 同情 顺从 谦卑 也逐渐变成了被西方人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 但是在尼采眼里 那只不过是一种牲畜的道德 第三部分我们来说一说 这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除了造成强者和弱者价值的反转之外 还带来了什么进一步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所谓的良知 以及由良知产生的罪责意识 要说清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再回去看看尼采的普系学方法 看他如何考察人类早期社会里的惩罚机制 尼采说 人是一种非常健忘的动物 不过健忘对人来讲很重要 是一种主动的保护机制 健忘让人们能够免于受到纷繁信息的骚扰 也可以让新的信息更好地进入头脑 那么从社会的角度讲 怎么能让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承诺 履行自己的责任 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呢 尼采说 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制造痛苦 也就是对他们施加各种惩罚 用这种方法加强记忆 尼采观察到 所有的早期人类社会 都有花样繁多的惩罚手段 来折磨人制造痛苦 这些手段无非是为了让人们牢牢地记住 自己的承诺责任和规则 在古代 惩罚都是直截了当的 而且经常是公开的 这样就在给被惩罚的人造成痛苦的同时 也给施加惩罚的人和观众带来了一种暴力和血腥的快感 这就是强者理解的义务和责任 他们惩罚罪犯是想纠正犯罪带来的伤害 消除罪犯获得的好处 为社会清除毒瘤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惩罚能够唤起坏人的良知或者罪责意识 这两样东西在强者主导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道德上的奴隶起义之后 情况发生了反转 这个时候人们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传统社会里那些有形的审判和有形的惩罚 而是上帝这个无形的大法官 有形的审判和惩罚是能躲避的 而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却是无法躲避的 每个人都必须直面上帝 时时刻刻在上帝面前接受良知的谴责 因为相比完美的上帝人几乎毫无价值 而且人都带着从亚当和夏娃那里继承来的原罪 总会犯下各种错误 这些错误就是人欠上帝的债务 理应受到上帝的惩罚 而且怎么惩罚都不为过 你才说 想着上帝可能随时会惩罚我 这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更可怕的是 上帝没有直接惩罚人 反而出于对人的爱 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 为人类偿还债务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 这简直就是债权人对债务人 无限的爱和恩典 于是人就对上帝产生了双重的亏欠 一重是因为犯罪而来的亏欠 另一重是因为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导致的亏欠 那人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老老实实信仰上帝 同时永远处于良知的谴责和负罪感之中 这样基督教就给人们带来了长久的罪责意识 人们需要不断的否定自我 压抑自己的本能 这解释了人们对于无私和自我牺牲的推崇 把这些品质看作是美好的理想 但是在尼采看来 这却是人类无可救药的疾病和疯癫 而这个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疯人院 除了良知和罪责之外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带来的第二个后果 是禁欲主义的盛行 在尼采看来 这个后果可以从前面的弱者道德和罪责意识里面推论出来 人们受到良知和罪责的谴责 认为自己是罪人 于是就有了自我折磨和自我虐待的倾向 坚持贫穷 谦卑和真操 就是禁欲主义的三个标志 在尼采看来 禁欲主义违背了生命的原始动力和本能 否定了生命的意义 那些奉行禁欲主义的人 生命已经衰退 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和生理障碍 但是这些病人却要反过来 用禁欲的理想去反对健康人 蔑视人类各种强大的欲望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还带来了第三个也是政治上的后果 那就是平等和民主 在这场起义之前 高贵与卑夏之间有清晰的界限 这个世界有明确的等级结构 而起义之后 原有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了 弱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于是也要翻身成为政治上的主人 这样民主就成为主导性的政治价值 尼采认为 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胜利 到他生活的时代 这中间的1500多年里 虽然强者传统偶尔有所抬头 比如在文艺复兴时期 但是也无法阻挡弱者横扫欧洲 这个势头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之中 达到高潮 在尼采看来 法国大革命就是心怀怨恨的平民 对传统贵族和王权的决定性胜利 尼采认为 基督教道德或者说奴隶道德的胜利 让人类从思想上 精神上和政治上都无法达到 本来可以达到的高贵和伟大 他在这种奴隶道德里面 看到了人类的停滞衰落甚至末日 通过前面的解读 我们看到了尼采反对犹太人 反对平等主义 反对民主的立场 我想你也感受到了 这本书为什么会震惊西方思想界 尼采的批判不一定正确 但是他在十九世纪末皆世的 西方民主的弊病 那个时代的颓废风气 以及基督教道德 与这种整体氛围的关系 确实发人深情 也遇见了二十世纪西方出现的 很多深刻矛盾和冲突 在最后一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 在尼采的晚期著作里 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主题 权力意志 这是尼采为了治疗前面提到的 道德弊病开出的药方 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标签 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强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 想要获得更大的力量或者权力 是一切生命的本质 各种植物和各种动物进行的生存竞争 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 人生之中更是处处体现着权力意志 我们总是想要更高的地位 更高的学识 更多的金钱 这种意志的主要表现方式 是主动的积极进取的 甚至带有攻击性 也就是前面讲到的强者的行事方式 但其实那些弱者 也在间接的体现着权力意志 他们的阴谋 奴隶道德的起义 禁欲主义者的说辞 都是这种权力意志的间接体现 在尼采看来 拥有强大的权力意志的人 就可以对现有的价值 进行重新评估 开创新的价值 尼采深知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最多是一个新时代的先知 不可能亲自去开创那个新的时代 作为先知 他只能去呼吁伟大人物的出现 这个人物一定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 反对虚无主义的人 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意志 可以带领人们走出现时代的衰败 重新解放高贵者的权力意志 重新恢复强者的统治 恢复等级制的社会 尼采为什么能够确信这样一个人物 终将到来呢 原因依然是他所信奉的权力意志 他相信所有伟大的事物 都会因为自我实现而导致自我毁灭 这就是生命的法则 自我超越就是生命的本质 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 曾经打破了强者的统治 实现了自身 之后他也必定会被自身毁灭 尼采坚信 基督教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 已经气数将近 他已经站在基督教毁灭的门槛上 基督教带有求真的意志 因为上帝就是真理本身 但是这种意志也必将揭示 基督教本身的虚伪 必将揭示尼采在自己的著作中 反复昭示的真理 上帝死了 如果上帝死了 基督教自然也就要死了 他带来的那种弱者的道德 也就跟着死了 好 到这里 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解读中的要点 道德的谱系这本书 是尼采用短短半个月完成的作品 里面确实有很多相当极端的想法 写完这本书仅仅一年多之后 尼采的精神也崩溃了 他那些极端的想法 却遇见到了那个时代的弊病 他用谱系学的方法探索人类道德的起源 揭示出道德背后那些非道德的要素 他认为 当时人们所说的道德上的善与恶 其实来自原本跟道德无关的高贵与卑下 卑下的弱者凭借一场有预谋的奴隶起义 颠覆了强者信奉的价值 自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这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造成了思想和政治上的严重后果 导致了欧洲的衰落 如果想要医治欧洲精神上的衰落 就需要复兴权力意志 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最后 我想借尼采的一句话来跟你分享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尼采说过 如果读完这本书 你没有被里面的每句话深深的伤害 同时又感到巨大的喜悦 那么 你就没有读懂它 这句话是尼采用来评价自己的另一本书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 但是我觉得 用它来描述道德的谱系 似乎更加合适 尼采对人类道德根源的深刻挖掘 对人类状况的深刻洞察 读起来都让人感到巨大的喜悦 但是如果关于道德的真相 确实像他揭示的那样 毫无疑问会深深刺伤 每一个相信道德的读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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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ed 订阅 适学 看 我